六创意健康店 是一家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网上听众 你们好 我是袁大明 很高兴今晚又能够跟大家继续讨论 近日发生的那些正座的发生的问题 我们这个缺节目可以说是比较特别节目的 因为我们原本就是想着 下个星期我邀请了另一位医生 和我们一起谈谈一下流感、禽流感、沙士 过去和院在的情况 但大家知道过去几天里面 香港突然之间流感大爆发 当然流感这件事其实每年都有的 影响的人其实都相当多的 有时有些季节性的因素 但突然之间这次大家会这么震撼 原来就发现有连续有三位小孩 很有趣的小孩 都是因为有些所谓上呼吸系统的问题 就是是不是流感 他也有些未有不同的定义 是不是禽流感又说到不是 总之有上呼吸系统的问题 就是伤风感冒之后 很快就过身 一般人都想到 其实伤风感冒是一个很普通的病 为什么会令到小孩 那么快就突然之间过身 其中一个例子就去看看 说一个三岁的小孩 患了流感去看医生 然后就好像进医院去查 是 进了屯门医院 OK 但是就很快 他好像是初初给了少少药给他吃 给了三瓶药给他吃 给了三瓶药给他吃 所以过了一天之后 情况就很差 然后再收回他入院 之后又很快就已经过了身 他看报导 就是我们看报纸上的报导 这位三岁的女孩 看医生之后 就回答了些药 不如出家吃饭 去上茶楼吃饭 喝茶 当然了你吃饭 吃完饭之后 你便顺便吃了些药 三点钟去茶楼喝茶 但吃了药之后 一个钟头之后就死亡 有另外一个两岁的男孩子 因为发烧 嘔吐去威尔茨生王求诊 入院之后 初初他说观察他 都不知道怎样 但是在过程里面 突然之间就开始恶化 十七小时之后就死亡 又另外一位 这是最新的那位小朋友 七岁的男孩子 初初就咳嗽 咳嗽一个星期 接着发烧两天 去医院里面 急诊室里面求诊 当时你进去急诊室 咳嗽一个星期 他照例也是安全些 帮你治疗肺 看看有没有肺炎这个情况 发现其实没有什么 他的精神状态又没有什么 可以的了 没什么事的了 你不用留院了 当然也可能给他一些药 叫他回去服用 但隔了一天之后 他就出现手痛脚痛 神之不清 这些就是一般所谓的 脑膜炎的迹象 结果又回到医院里面 最后发现他真的 对了 脑坏了 脑降死亡 最终他都放弃了 当然在遇到这个情况之下 医院方面一定会 看看到底是什么病毒 来影响他 结果在他的呼吸系统 抽些样本 其实都不是什么甲型 月型 我们一般熟悉的 那些流感病毒 因为全部都是阴性 可以这么说 他们所患的 就是一般所谓伤风感冒 上呼吸系统的问题 又不是说 我们所认识的 SARS的特别的病毒 或者某种的禽流感 特别厉害的病毒 导致他们的死亡 可以这么说 上呼吸系统的问题 本来是一个很普遍的病 有些审人死了 官方的反应就是说 其实我们香港来过 每年都有一个两个小孩 是死于流感 就是以为安抚了 没有什么特别 但接着死第三个 接着就发现很多的学校里面 原来很多的同学都有流感 令到人很恐慌 于是乎 有一间学校就提醒 不如我们停止上课 早点放假 反应保护资格就快到了 提到两天放假 其实我说真的 某种程度上 官方常说 流感在某个季节出现 很多人出现症状 其实可以这样是很平常的 流感是连年都有的 但我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为什么会有出事的小朋友 全部都是香港籍 香港那么多外国的权物 没有一个 没有外国人 没有印巴籍 什么都没有 死亡都是死亡 按人口比例 未到他们 三个而已 每个人的机会均等 这么大人口比例 人口比例 人口比例 但起码都会 中过 中过 或者有些人收入院 但没有 一点都没有 可能没有 原因在哪里 你想到什么原因 我的原因 是 因为我们现在未解剖个尸体 不知道 要解剖个尸体 找出一个死亡才知道 第一是猜 原因是 如果你是印巴籍 或者你是外国籍 西方世界 美国籍 德国籍 如果那些小朋友的病 通常都会 他们不会收入院 私家医生 如果印巴籍 可能他们自己有自己 印巴籍 用他们的图方去医 这些就去医院 急症 其实他们都去普通医生 看过 看过 不是一次的 香港人是可以这样说的 一看到发烧 就咳 急症室 不知道是不是急症室便宜 是吧 一百元 和普通街震 都是便宜一点 而且急症室 特别多病菌 但一般人 好像是安全一点 设施好一点 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今次流感一爆发 所有医院的急症室 好像已经超压到一百二十个百分比 但大家都知道 这些生物体 全都是在医院死亡 其实医院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但为什么香港人 会那么紧张 有什么事 就去医院 如果你是一个很普通的家长来说 你的小朋友病了 就只有几个选择 要不就去看私家医生 是 私家医生看不到 就转介你去医院 他没有什么其他选择 是 那其实呢 我看回外面的坊间的所有报道 其实都觉得是 不知道什么发生什么事 大家只有个害怕字 其实我很久以前 经常都说 我们为什么有这些恐慌 或者这些危机 多数都是 出于两个主要原因 我们不明来因 我们现在可以 为什么有些牙怕黑 其实有几样东西 第一个是不明原因 第二我们有基因 改变了十年惶恐的基因 你记不记得 哈哈哈哈哈哈 即是我们这十年多长 真是 真是吃京风省大的 又沙子又琴又琴 是 每次来都好像 都没有什么 做得 你都可以自救 或者什么 自救又不行 还有呢 找人救就救不了你 哈哈哈哈 其实呢 这个问题呢 我都初初想着 迟一点谈谈 但是 突然之后 我也有很急切性 就 原来最近 在传媒那些报道 开始有些人 开始就说 会不会中成药 里面有含有 这些 压是不灵 这些成分 我一听 我就真的 兴起 我觉得 有没有搞错 整个问题的根源是很清晰 在哪里出现的 那竟然呢 源头呢 就去 转移这个人 是人 是中医吗 是 中医吗 是 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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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三个小孩 是没有去过中医 他现在 我初初听 这些 金鸣爷妈报道给我听 他们这样说 什么意思 他不是说中医 很多中药 很多药 有西药的成分 例如亚士不灵 大家开始就揭露这个事实 因为这个事实 知道了很久 因为一般所谓病毒性的发烧 如果你是用亚士不灵这一类的退消药 就会出现一种症状叫做Rice syndrome 这种症状 其实差不多有一半人会死亡 就算你不死都伤残得很厉害 好了 在外国 这个是七零年代已经知道的事实 在外国 很多这类的药 都有个标签 写明的 不要给小朋友 最初是小孩子 两岁以下 或几岁以下 最后连中酮都试过出现 我记得当时在多伦多 在我读书的时候 全部有个报导 当时的邮政局局长 有个女儿 一个年轻女儿 发烧之后 吃了亚士不灵这类的药 结果就死了 我们看到 那个影响就不是小孩子 连那些年轻人都开始 所以现在看到的 十六岁以下 都不应该用这些药 开始讲这个问题 好了 你看到 就是 药剂方面 有些人出现 但是你看到 很有趣的 就是 那么多种 西药 明明自己有亚士不灵 那 为什么要去影射 中药里面 可能有含有这些东西 或者一些药油 含有亚士不灵 查了之后 就会导致这个症状 据我所知 从来没有人是 查这些药 就是出现这些 Rice syndrome 好了 那 我们自己想一下 那么明显的事情 就是香港有七百多万人口 香港那么多有读书的人 那么多教授在这里 当一个小朋友 三岁的十分仔 他有病去看医生 那家人还会带他去喝茶吃饭 很明显 他当时的状态一定不是很差 如果他又吐又吼 没有力 还会去喝茶 他最少可以出道院 一定差点有限 没有 即是 当他急清七门诊部 回来之后 三点钟去茶楼 然后吃了东西 吃了西药 一个小时 一小时就死了 那我相信不用小学生 是因为那些药 就是因为那些药 吃了那些药 引致那些事出现 为什么是这么明显的问题 难道那一餐 那一餐 其他和他吃的 伯父有没有死了 全世界有没有人去喝茶 一个小时之后死的 这么明显的原因 竟然 差不多百万人 香港传媒都读过了书 为什么会这样的关系都看不到 我真是呆了 我都忍住 我们很烦去炒股票 没有空推你 吓股票 这么明显 你说十四十七小时 很难说 这么明显的因果 香港人全部没有人 会看出那个问题 你说很简单 我们已经知道 亚时不灵 会出现这些问题 那你就查一查 这三个小孩 他所吃的药 有什么成分 是不是亚时不灵 但问题 其实这些情况 在外国已经知道了 一般性的 很普通的承药 不需要医生开药 通鼻药 鼻塞药 一般性的过敏药 不是说亚时不灵 其实在外国已经知道了 可以杀死很多小孩 所以空手已经很清晰 很奇怪 难道只有我懂得看这些 外国的杂志 香港很多疑科教授 这些杂志全都登出来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事实 我记得没多久之前 我估计是一年前 看CNN 看一些药房 他们叫drug stores 是回收了很多这些咳药水 这些咳药水 这些咳药 没错 这些咳药药 没错 这些咳药药 没错 你这个食物药物管理局 就出了一份报告 这个报告说 他说在过去 在美国在过去三十七年里面 十元仔的药物 已经造成一百二十个人死亡 这个就是美国的食物药物管理局 自己的报告 他说至少有五十四个小朋友 服食的药物 是和那些吃什么药 不是阿士巴尼人 我说鼻塞药 通鼻歌药 我真是 你问一下那三十七年仔 有没有吃过这些药 这些这样的鼻塞药 还有六十九宗 治疗是和吃一些过敏性的鼻炎 即那些Antihistamine 是有关的 这个美国的FDA已经说了出来 他说大部分的售后的人 都是不满两岁的儿童 十七年仔似乎是特别用 如果法律上来说 给药去吃的医生就是疏忽 如果这个美国是出过了 而香港的医生是没有读书 没有更新的 今次医这几个小孩的医生 是给那些曾经在外国引致小孩死亡的药 和回收了的药 如果循着这个CIO一查 应该有人要负责 即是疏忽 即是医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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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岁以下的儿童 服射了一般药房买得到的感冒咳嗽药之后 出现病发症 这个病发症包括严重的幻觉 烦躁 中风抽筋症 心脏和呼吸系统的严重的病发症 而这类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一直近来被人受到质疑 过去几年里面 一连串的医学报告都揭露 医生处方的药物对儿童造成的伤害是很厉害的 其中在世界各地有些儿科医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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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 在六年前完成了一个主要的数据的调查 就是auditing report 他要了解儿童入医院的原因 当时他做这个调查 他发现经人地每五十个入院的小孩 有一个是因为药物不良反应引起的 其中近四成的人的反应是有性命危险的 由于不良反应发生在儿童身上 通常比成年来得严重 所以这次这样的研究是有关公共的健康 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 这个在美国是British Journal of Clinical Pharmacology 2001年就已经出了街 另外国家的情况也一样 比如三年前 欧亚西美国的欧亚医院里面 做到一个儿童入院六年数字的追查 就是auditing report 同样发现有很大的比例 入院的原因都是因为药物不良的反应 其中包括抗生素、抗经联的药 以及有毒品性的药 都是主要原因来的 但最搞笑的 根据这个医院的记录 其中百分之七十三个个案 这些儿童出现这个问题 他们如何去医治呢 他们医治的手法是再用多些药去处理的 这个资料是美国一个医学雜誌 叫drug safety 2007年是报道了出来的 这个其实是很近的事情 好了 上演出 加拿大BC省的大学里面 这些药剂学家 又做了一个全国性的儿童被药物毒害的统计 他从四年的统计发现 有六十一个percent的药物 都会属于药物不良的反应 是属于严重的 就是中招的人里面 其中一千零九十三位的儿童里面 高达四十一个人是死亡的 其中主要的元空有几样东西 一种暗瘡药 一种抗抑屈药 另一种是过度汇药的药 Amoselin就是一种抗生素 和Viproacid是一种抗经联的药 这个资料也在2007年 加拿大Journal of Clinical Pharmacology 已经刊登了出来 这是医学文献 我相信香港医疗应该去看 另外一个长达十五年的调查发现 在瑞典 在不同国家的儿童里面 最常引发不良反应的药物 是疫苗注射和抗生素 这是另外一个国家 这次当然调查发现 也有儿童死亡 其中五千七百七十一个人 里面是有八百零八人 因为药物是直接导致死亡的 这个资料是 Pharmacology Epidemiology Drug Safety 2005年出的 由西医医学文献里面 这个调查 其实为什么出现 因为在前一年 在瑞典 有另外一项很精密的调查 这个研究企图想计一计 我们药物不良的反应 这个报告 其实有几可教 有几多人出现这个问题 研究人员发现 医生和情报系统 在记录这些严重的药物反应 是很随便的 即是很松懈的 他们根本就是 好了 其中一个 是对五间医院的 一千零四十九名的病人里面的记录 经过严谨的分析之后 发现有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八十六的个案 是没有被情报的 其实它已经有问题的 但是是没有情报的 其中一百零七位的病人里面的症状 可能是因为药物引气 而只有十五宗的记录 是说明是因为药物不良反应 而其他九十七宗 是完全被忽略的 这个奇怪的问题 因为瑞典这个国家 是一个公营的医疗系统 其实一向都认为一个很高效率的 但是竟然在一个这样的高效率的系统里面 仍然出现了 这个医学文献 也是Pharmacal Epidemiology Drug Safety 已经04年出的 你可以由此看到 我们现在官方所说的数字 就是每年一两个十元仔死 其实这个数字 是可以这样说 比真正的数字是很低很多 其中在South Hampton大学里面 另外一个药物安全单位 一个研究员里面 做过一个跨越十二个国家 一个庞大的调查发现 他说药物不良反应 不可思议平均是低估了九十四个百分百 即是说真正的数字 通常是官方数字的二十倍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资料 其实在医学习节不断地出现 不断地说 但我相信药劑学里面的那些人 这些是药劑学的书籍文献 那乡多疑科教授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敢提这个事实 当然很明显 他敢不敢告诉别人 其实这些药物根本就不是死 死在什么伤风感 根本是死在这些西弱那里 那有人说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药物出现的时候 是否应该做过很多安全的测试 以及药物是否真的有效呢 他说 这个是英国英属哥伦比亚 即是比斯省那些药劑学家说 其实不到百分之二十四分之一的药 对儿童是安全和有效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出现呢 我们不是说已经做过这些安全的测试 其实很明显 这些药其实很多时候是没有做过的 那原来为什么呢 在一个批准一个药的过程 譬如你研究一只药 这种药是对某种疾病知道是可以的 当它承认了 你可以用这只药这种病 但是同时 这只药其实可以用在其他的医疗方面 或者可以用在其他的病人 譬如你这个药是对伤风感冒的 对一个成年人做过研究 通过了 但是这只同样的药可以用在测试制 虽然从来没有测试制做过 那这种情况 在药界用一种很好听的说法 它叫做药物标签以外 即是off label 或者unlicensed 即是没有许可症之下用的 那这两种情况之下 其实你说off label 标签药物标签以外 和unlicensed的用法 原来很奇怪 对于这种用法是合法的 你是可以这样用的 那这个药是被通过了医某种病 是某一类的人 但是你可以将这个药 可以用在医其他病 以及其他延龄的人 这种其实 根本是未经证实安全性 或者有限性 但是医学上 是这种合法的使用的 好了 那这种这样的用法 普不普遍呢 那在英国和欧洲国家 在1968年 那个医药法案里面 就说是可以的 允许的 在美国呢 在1997年 那个食物药物的 原代化法案里面 也都确认 长期以来 这种做法是可以的 那这样 你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问题 就是这样 会出现 那你会问 那为什么呢 这些药 对那些审物仔 都未测试过 那几十年来 那药厂怎么说呢 他说 如果我拿那些审物仔 做这些授钱的测试 其实是很危险的 可能审物仔会受伤 那我们不值得这样做 其实真真正正的原因 就是说 做些审物仔做测试的研究 第一 在临床测试很旺贵的 而且挺难做的 你要招募这些审物仔 有多少父母 肯给审物仔做这些实验呢 很多成人 可能他认为 人家为医学做些贡献 或者赚少钱 会做这些实验的 但审物仔其实很难做这些实验的 但最紧要是 市场上审物仔的药 比成人市场的药 市场小很多 即是说 你用那么多钱去研究 这些药对审物仔 到底是否安全呢 最终 这个成本呢 这个研究的经费呢 其实是拿不回来的 结果就是这样 现在 审物仔连那些普通的药物 比如止痛药 安全性呢 都没有任何的评估 或者 那个疗效的保证 甚至乎 就是说风险的评估 都是没有做的 有很大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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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从来没有人吃了实验 吃了实验 不会喝死你 不会吃死你 因为这里 你可以看到 这个问题 其实是 这么普及化 和这么严重 和在外国已经收了 都说明是有问题 是不准再收埋的 但不是每个人看CNN的 阿姨 唉 你想想 你一个普通的家长 你会看 英式足球 你不会看CNN的 好了 那我们再看看 在海外国的医学报告 或者美国食物管理 它说哪些药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 你看到 官方承认的是阿蝕不宁 只说阿蝕不宁 Risinger 这个七年代我已经发现了 这个问题 但我现在所说的 不是只是阿蝕不宁 我说一些很普通的药 好 你看一下 在外国的案例里面 其中 再说说瑞典 他发现瑞典 有40%以上 的小孩用的处方药 是属于药物标签以外 其中 指的酵喘药 是最常见导致不良的影响 其中每三个药物不良的反应 案例里面 是因为伏死的酵喘药 好了 我再看看有什么其他药 主要的圆空就是鼻塞药 你想想多少人 鼻塞药 医生会配一些药 里面包括有 運用酵喘药 很好人吃的 其中有 Dexo-Methlofen 这类 被失药 另外一种是止咳药,止咳药的成分也是很多人都吃的,其中止咳药的成分是Hydrocoldin,发现它也可以导致严重的疾病,包括伤害和死亡,其中已经发布的大部分此类的产品,超过200种已经被正式禁令。 我的金药,这帮审计者有没有吃过呢?其中要回收的药品,包括卫士药厂的Dymetab,Tecongestin Plus,Ribitocin,Tussin这个,我很多时候讲过,你都看过,还有Johnson的药厂其中一个Pediac Care的Infant Drop,很多是婴儿用的咳药水。 另外一类是抗氨酸药,Antihistamine,通常是鼻塞,鼻敏感,经常用的。另外一类就是酵串药,我刚才所讲,酵串药是很多的,三个按例不良的药物反应里面,是有一个是这类的酵串药。 还有你知道,长期用酵串药,就算是噴,有些人说不吃,噴,其实这种类固醇的激素是可以妨碍肾仔的成长,也会导致骨质松疏症。 另外一种就是非磊固醇的思练药,这个也是可以说是非常普遍的,是差不多,其中一个就是,除了亚时不灵,以及acetomenofin,这类的其实都是会导致Rycin药,不是只是亚时不灵的。 接着是抗生素,超过半数以上的抗生素是会引起药物不良的反应的。 那这些药物是导致儿童产生致命性的药物不良反应的,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来的。 香港今时今日,新闻仔去到有些什么事呢?我相信,个个都是有这类的抗生素在吃的。 其中一个就是amocelin,其实差不多最常见引发不良反应的药物。 还有,现在很多所谓的小孩的情绪的问题,行为的问题,很多个都汇药。 其中一个常用的叫ritalin,会导致头痛,失眠,食欲不振,和心动过速。 那最后那个疫苗注射,这次都可以看到的。 其中一样东西,就是很多人就是发挥处处去打这些防流感针。 其中很多很多的问题,包括美国的疾病控制防御中心的记录, 六岁以下的10元仔,在疫苗注射里面, 每10万枝针,有11.1个案例是药物不良反应。 其中11.2个percent是情况很严重,包括导致生命危险,住院,永久,伤残和死亡。 所以,2007年,即是上年,没有多久,10月, 美国的食物药物管理局,采取了一张全所未有的行动, 要求这些药厂停售儿童的感冒药。 这作为一个一向帮助药厂的美国政府机构, 这是一个很罕见的行动。 即是说,我们证明给大家看, 这些药物所引起的死亡问题,我们不能再忽视。 好了,这些刚才我读出来的资料, 讲出来的资料, 其实在医学雜誌都有的。 我们香港那么多的医学教授, 原来疑科教授, 为何没有一个人会将这个事实告诉人。 那你就幸好在CNN上已经看到了。 好了,你说, 黄岳研说, 法律上的追究是怎样呢? 香港会不会有人有这样的能力, 将这个事实是告诉香港审民仔听。 所以我们这些恐慌, 叫人打针, 吃这些特敏福, 其实问题的根源是很明显的。 我现在真的有些恐慌, 我来想想, 如果我的小朋友病了, 那死了, 叫他吃药好还是不吃药好呢? 当然不吃药好, 不吃药好就很辛苦, 不吃药好叫救命, 那怎么办呢? 辛苦完就病好, 以后就很健康了, 有了抵抗力了。 这些伤风感冒, 是医死人的。 我相信中医从来都没听过, 但他都去影射他, 中医里面有些阿时不灵, 有些Acetomenofin, 这些东西真的令我们很生气。 那么明显的事, 为何香港人一次又一次, 那么明显的因素, 在外国的医学雜誌, 已经不断地过去数年来, 已经告诉你, 这些这样的感冒药, 这些很普通的伤风感冒药, 是导致这些死亡的原因。 那你说, 哎呀, 怎么算好呢? 其实治医里面有很多很多方法, 是吧? 为什么这么紧张?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说的数学真的很吓人。 我吃一次的药, 只有五百多, 可能只有五成, 可能不行。 或者我们休息数分钟, 或者我再说一会儿, 一会儿回来我再说一会儿, 其实有什么很简单的方法呢? 遇到这些问题, 其实我们是很容易处理到的。 这些方法, 其实医学集结上, 可以这么说, 完全已经有了医学的证实。 OK? 休息数分钟之后, 我们再继续。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起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hialing.com.h. 好了, 我们很快又回回来, 我们再继续讨论一下, 最近流感的小朋友的死亡原因, 到底是流感令他们死亡, 是他们所服食的药物。 我曾经都说得很清楚, 在外国已经近年来, 是无数的医学的文献, 已经很清楚说出来, 根本在世界上, 有很多这些小孩, 是死于这些很普通的抗敏药, 抗生素, 和这些通鼻歌的药, 这是一般人想不到的, 但问题是, 原来这些药, 对小孩的杀伤力是很大的, 可能对大人来说, 身体体质, 和他研究过程里面, 证实不是那么大问题, 但对小孩是这样的, 曾经你问得很好, 你说, 那怎样呢? 如果有事起来, 那怎样算好呢? 很明显, 我好像听到有一个药剂的代表说, 他说, 流感里面, 邓敏夫差不多是一个唯一有效, 唯一有效, 我觉得不可思宜, 这些代表性的人物, 竟然说出这些东西, 其实世界上不可能是一种有效, 在我们的自然医疗里面, 一向都有很多安全而有效的治疗方法, 我今天所举例的那些, 都是在医学杂志里面已经报道过的, 我不要说, 不是西医学杂志, 我不说了, 自然医学杂志, 我不说了, 我只是说西医学杂志, 已经很多是报道过的方法, 比如说, 如果是感染起来, 或者是細菌感染也好, 或者是真菌感染也好, 或者是病毒感染也好, 其中一种方法, 就是用胶性银, 胶性银其实是很久的历史,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在我们未有抗生素出现, 很多时候的感染病, 细菌性感染病, 病毒性感染也好, 当时可能都不知道, 是那时都未认识病毒, 我只是能够说一些感染性的病, 它们可以用胶性银处理, 胶性银是一种很简单很安全, 原来是很便宜的工具, 但当然, 胶性银也不要过量用, 你需时用够, 就可以了, 另外一种, 我们发现, 比如茶树油, 对治疗皮肤性感染, 是跟一般标准的抗生素一样有效的, 有效的地方, 包括抗药性那种, 金黄葡萄球菌, 这个就是Journal of antimicrobial chemotherapy, 2003年的行登, 虽然茶树油, 对有些人的皮肤, 可能会用得多, 就可能会有皮肤性的反应, 如果你遇到伤风, 有什么可以做呢? 其实我们知道, 纸醉花, 这个是针刺传染病的杂志, 2007已经讲了出来, 还有维他命C, 如果是伤风, 其实很简单, 你不用吃通鼻塞的药, 因为滴下, 用盐水洗鼻鼻, 冲鼻鼻, 或者你可以用一些蒸气, 闻香芬的蒸气, 其实都已经是可以, 然后很有帮助的, 好了, 如果你咳咳怎么办呢? 我相信, 在市面上, 你吃一些紫咳的糖漿, 在英国有一个很常见的, OBUS的紫咳糖漿, 也是一种叫老鹤草里面, 一种根植提出来的草本植物, 我相信, 在中医方面, 也有很多这方面的方法, 好了, 接着, 发烧, 很多人很怕发烧, 发烧烧坏脑, 其实我想重复再说, 其实在医学文献上, 从来未曾有一宗医学文献, 是证实发烧本身, 是令到你烧坏你的脑, 当然, 有些病, 就会弄坏脑, 譬如你脑炎, 脑膜炎, 这种病会影响你的脑袋, 但是, 在这种病出现的时候, 很多病都会发烧, 但是发烧本身, 从来未有一宗, 是证实过, 是因为发烧本身, 而弄坏脑, 好了, 那处理发烧, 要如何处理呢? 我们在前腰里, 很简单的做法, 就是浸热水浴, 热水浴不是温水, 不是这么微暖的水, 我们在说, 譬如你是103度的发烧, 你的水温是应该去到105度, 或者106度, 107度, 就是说, 你浸的水, 是要比你的体温, 还要高3度至5度, 还有, 尽量多喝点热水, 目的是怎样呢? 目的是令你身体多出汗, 因为你一出汗, 基本上, 你根本是发不到烧的, 有一种很简单的草药, 叫做elder flower, 这个在医学上, 已经证实是可以减消, 因为它会帮你排汗, 在同类疗法里面, 很多种疗剂, 比如烏头, 龙葵, 鲜, 白头翁, 鲜, 轮酸铁, 其实这些药, 都可以说, 疗效很快, 但当然要选择得好, 这种方面, 你可能需要一个正正式式的自然疗法, 或者同类疗法的医生, 帮你去找的, 好了, 遇到尿道炎, 防肝炎, 防肝炎怎么办呢? 蓝莓汁, 和万月莓, 即cranberry juice, 是非常有效的, 在外国的研究发现, 喝这些万月莓汁, 它的效果是比服用抗生素更加有效的, 这是新英联医学习记, 1911年已经有这个报导, 另外一个就是, 就是土舍怎样呢? 这种问题, 在同类疗法的疗势, 亦都可以说很容易解决得到, 那么, 新闻仔亦都很多时候会患中耳炎, 或者耳朵痛, 其实有些什么可以做呢? 很简单的做法,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 拿热的灯泡照着耳朵, 热的本身已经可以帮到你, 或者, 如果你去用一些茶籽油, 或者大蒜, 或者草药, 那些滴剂可以滴到耳朵里, 总之一个暖的液体, 其实已经可以大大减轻这些耳朵发炎, 当然同类疗法, 其中同类疗法的白头翁, 亦都非常之有效, 好了, 如果喉咙痛有些什么呢? 那大家其实应该都可以想到, 用盐水朗厚, 或者用梳打粉, 来混盐水朗厚, 当然, 在自然医疗里面, 亦都有很多草药, 比如含有鼠尾草的, 这些喉咙噴霧剂, 喉咙噴霧剂, 在欧洲一个医学杂志里面, 2006年亦都报道, 这是非常之有效的, 其中, 咫咒噴霧剂, 这些咽咒噴霧剂, 在瑞士有一个Avogal, 那个药厂有剂做过的, 可以这样说, 咽咒痛可以这样说, 你什么都不做都不重要, 大部分都会自己好, 要不然, 用盐水朗厚, 好了, 如果你的头痛, 浅瓶仔头痛, 塗一下薄荷油, 做一下止压, 或者看看, 如果这个浅瓶仔的头痛是经常性出现, 看看会不会有食物敏感的因素, 在他每次头痛出现的时候, 他可能是吃了某种食物, 可能小麦, 或者朱古力, 之类会导致, 因为浅瓶仔不应该有经常性头痛, 通常如果遇到这些情况之后, 我们都要看看, 有没有食物敏感这方面, 当然同类疗化的咬劑也非常之有效, 好了, 生不得牙痛起来了, 出牙齿, 我们知道, 丁香油, 塗一下它, 或者用活性碳来敷它, 尤其是有农种下, 即是你会发现, 牙周有出农, 有时用活性碳敷一下它, 或者用伤氧水来拿口, 或者来冲洗牙蜡, 这些全部都是非常之有效, 好了, 可以这样说, 根本是很多很多这些有效的, 在自然医疗里面的有效的方法, 其实我们是可以适当地采用, 我们不用感觉到, 即是遇到这些情况之下, 没办法了, 一定要去用西药, 用这些这样的药物, 而导致我们生不得仔, 出现这些有性命危险的药物反应, 好了, 肚交痛方面, 抑乳酸菌是抑乳酸菌, 可以用下, 也有些含有寡糖的一种, 叫Nutron, Omicron这种食物, 能够撤击抑乳菌生长的寡糖, 西药里面, 譬如羊金谷, Chamomile, Fanel, 茴香, 香蜂草, Lemon palm, 这亦都会证实了, 对审萌仔的搞肚痛而哭, 这个疗效非常之好, 其中一个研究, 他发现, 用这种草药, 令到审萌仔哭, 哭蹄的次数减了一半, 还有, 停止了药之后, 这个有效的程度, 继续持续两个星期之久, 和疗法里面, 譬如有一种叫苦瓜, Colocynfit, 和羊金谷, 这些全部都是对审萌仔的搞肠动很有帮助, 很多时候, 譬如审萌仔的妈妈说, 我只是在喂奶, 审萌仔没有吃东西, 我们要留意一下, 很可能, 妈妈里面的食物, 譬如妈妈里面对牛奶敏感, 或者小物, 鸡蛋, 果仁, 或者乳类敏感, 这些情况之后, 妈妈要戒吃这些食物之后, 他喂的人奶, 就可能不会令审萌仔搞肠动, 但当然, 很多时候, 审萌仔对牛奶奶粉敏感, 应该试试换一些低敏感的奶, 譬如羊奶之类, OK, 大家看到, 我们香港人的很多问题, 由于我们对医疗方面的形式非常之频繁, 遇到这么大的危险, 都竟然看不出问题的起因在哪里, OK, 我刚才所说, 我们下星期, 我们会再请另一位医生, 跟我们再谈谈一下, 我们过去香港流感的经验, 以及今次流感来, 在中医方面, 在其他方面, 其实有什么是非常之有效的工具呢? 可以这么说, 流感出现的问题, 你要避免这些致命性的结果, 其实很简单, 尽量不要采用这些危险的悉悠, 好了, 我希望这个简短的介绍, 让大家知道, 其实, 什么杀死我们这些小孩, 其实是主要我们现时所用的西药, OK, 时间都够了, 下星期再和大家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